大家好,今天是4月24日,星期三 市今日又升了 今天的市場升有幾個原因 第一,很多人都說國九條 有些人說國九條沒用的,說什麼 但問題就是一定要明白一點 現在中國會不會不理金融市場 是不會的,是會理的 原因是因為很明顯美國正在打壓中港金融業 所以大家一定會支持 第二,香港不是很多消息去說 沙特方面有人去了中國 跟中國方面說要入資於中國的企業 是有一間的行食石化 還有一間榮豬什麼的企業 都是由沙特亞美入股他們 是入股 大家已經簽了備忘錄了 還要等入股 入股10% 最終我估計應該是沙特亞美 是差不多要佔到50%以上的東西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沙特方面好知道 要做石油 是一定要賣一個副產品 才能賺到多少錢 即是要半製成品 你想賣原油和電油 是不同的價錢 所以這個一定會這樣看 有些人說 沙特亞美入股時鐘 還要來尋求中國的投資 當然要尋求中國的投資 一定要做到一個所謂的現場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是好像美國佬那樣 之前的時鐘 他踩過來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沒有你 現在他找到別人 可以踩過去的話 他就找到我中有我 我中沒有你 這是鎖國的主意 中國一要求 就是天下大同 大家自由地走來走去買賣 美國就說不行 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輸給你 所以我就是 不讓你買賣了 這就是輸打贏搖 就是這樣了 好嗎? 這些事情是在做上來的 所以為什麼 這個是可以由 這個是萬六點 三爬兩勃 就去到萬七點 我始終還在看 去到今年的第二季 七六月三號 應該看到是 18,300至18,500 或者以上 以前我最說 18,300至18,500 不敢說 或者以上 現在加多的是 或者以上 為什麼呢? 因為我怎麼知道 美國的股市 如何倒閉 很多人認為 美國的股市 不倒閉 那儘管看看 好嗎? 世界是不會有永遠上升的股市 也不會有永遠下跌的股市 好 第一 今天是多了板幣上升 記不記得 昨天呢 雖然升了這麼多 板幣上升了大約一半的小小的板上升 今天是升了一半的多多的上升 有哪些板上升 有黃金 有保險 有保險 保險這幾個牌 都一直佔著前十 遠間服務 也是前十 工事不如前十 那黃金這個呢? 因為昨天呢 就是這個 突然間的金 一跌了下來 那現在 今天又爬上去 為什麼呢? 那些人認為金會跌下來 因為說 不打仗了 所以就會這個 金 跌了下來 那不是啦 金的上升和打不打仗 現在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之前 有一張圖表 給大家看得到 黃金在過往五年 是 跑贏了標普五百 為什麼? 因為各國有黃金 為什麼要各國買黃金? 因為美國印太多 是美元 不是再印美金 那人呢 有一樣東西 就是 有一天 是變成綠色的紙 我很早 很早 大約十幾年前 已經說過 全天下的貨幣 將會分開有 元寶 陰獅子 和溪錢 因為大家都印太多 不過 相對之中 元寶 是貴一點點 因為它還有一個 不斷以 揚揚的金箔 陰獅子 也是中等的貴 因為它虛了些少油蜜 但是 溪錢 就最不值錢 因為它只是 草折打三個洞 的而且確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問紙紙譜 那些人 元寶 是金頂 這是 殷獅子 是貨幣的 而溪錢 是散子 誰是溪錢 誰是陰獅子 誰是元寶 誰是元寶 當時說的是 人民幣是元寶 歐元是陰獅子 美元是溪錢 那麼 信不信 很簡單 幾多五年 至十年 就會見得到 這個是一個 波幣的 是升跌的貶值圖 是一定會有 這樣的路徑走的 同樣 好像英鎊 英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它是全世界最強勁 Number One的波幣 到今時今日 英鎊購買力 已經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跌了超過九十幾% 為什麼 因為 國力不計 印得太多 就是這樣 這一點 沒問題 我們逐個去看看 黃金 山東金 紫金 超金 寶寧王金 大銅王金 這些全部都是 總之 普京亞洲 這些 都不知道 中銀白團 白銀 最近 白銀 很多人都說 很便宜 很對不起 白銀 提出價格 會追上來 所以這一隻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然後 然後 還有保險 保險 我這裡說 為什麼保險股 這幾段時間 做得比較好 因為 中國很多 銀行股 內銀股 其他中國的資產 都是轉好 因此 這些保險股 他們的資產變好 所以 就不需要虧 那麼多 按照市場價格來計算 不會是 還蠻小鐵 不是蠻小鐵 中標珠寶 都是一樣 這些消費品的東西 周商生會升更多 因為很簡單 跟金有關 有些新的東西 沒什麼升了那麼多 那支彈的成章 你不要忘記了 雙湯 曾經燙到很傷的 另外其他軟件的東西 都是一樣好 再跟著 就有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 就是這些 都是一般來說 都是什麼 中港核能源 這些 都是屬於 這個 是 這個 這個 是實際的東西 來的 水墓等等 是實際的東西 那麼 農園電力 這個是供應電 那麼這個很簡單 對不對 好了 那麼我們來看看 個別的股票方面 那麼很多 大牛龜呢 都是這個升的 也都因為升的過程裡面 所以就非常好 那麼 跌的呢 就是哪些呢 跌的就是 是 信用光學 因為蘋果衰了 所以衰了 還有就是這些 是這個什麼呢 反向E貨品 那麼 另外有一隻 是公行 都不小心跌了 那麼這個 真的需要看看 因為 有人說 啊 美國佬這次 布林肯來呢 說會制裁這個 中國的銀行 那樣 那樣 那麼 四天之內 包括今天 就由160邊 就升到170邊 這次呢 這次呢 又回到這裏了 這次很多人說 啊 170魔咒 170魔咒 那沒問題啦 我始終有信心 認為 它是會升破的 會升破的 那麼我們看看這裏 這裏呢 就畫一個這樣 如果這裏 升破了這個阻礙區的話 那很簡單啦 就應該是升到這裏 那這裏就是183 185度 啊 185度 那就是這個位了 今天 今天 半日 已經有這樣的成交 呢 因此 今天的成交 應該是超越過昨天 會去到多少呢 會不會去到這麼多啊 如果去到這麼多的話 那你找到後日 或者明天後日 不鏟上去穿172的話 真的 不太合理了 你看到這裏了 今天半日成交 已經多過了昨天 佔了差不多昨天的八成左右 所以今天應該一定會升上去 那會不會升到 會不會升穿這個位 來到這一條線 嘩 如果你看到有1500億的話 打來打鼓吧 好了 今天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呢 想一下聯想 那 在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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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